来看到园林四湖乡的餐天空 是当地的信仰中心 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很多家庭的经济是受到了影响 有的人就到庙里来倾诉说 这个工作的收入减少 希望庙方可以保佑 因此呢这个庙方决定呢 这个四湖乡的十一所国小 两所国中都来普发助学金 每个人一千元 而全乡大概是有983名的学生受回 庙方人员忙着将千元大钞 装进红包袋内 要把握时间将这包助学金 送进学生手中 受到疫情影响 云林四湖乡不少家长工作收入锐减 小孩子又开始了 要买书买文具都是不小的经济压力 越来越多家长来到当地的信仰中心 参天空祈福 因此庙方决定利用各界的 善心捐款回馈社会 参天空针对四湖乡辖内 是一所国小两所国中 大约有983名学生可以领千元红包 等同庙方几乎是捐出了近100万元 我想要当作我们家开店的一些金费 当钱包啊吃饭当好 拿到一千块 不少学生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家人 应该会想买一双新的球鞋 还有学生则是想将脚上穿旧的球鞋 换掉买新球鞋 可以拿到这一千元的助学金 对学生对家长来说不无小不 换来圈的漫野林品行 五件红云林报导